还缠校草的身子 竟勇闯男更衣室 正好撞见了换衣服的校草 望着那坚实的腹肌 女孩竟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老公 眼见形势不对 女孩刚想逃走 却被校草堵住了退路 你刚刚说我是你的什么 望着那盛世美颜 女孩只觉脑子一片空白 支支吾吾地说着 你是我的未来老公 女孩本是一个在二线城市拼搏的大龄女青年 受老天眷顾 嫁给了一个帅气多金的男人 她正是自己高中时期的校草江映下 本想着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与老公相夫教子白头偕老 却没想到一觉醒来 静川回到了十年前 望着那熟悉的客套 白瑶瑶一开始还不相信 直到遭受灭绝失态的攻击 那痛感让她不得不接受事实 一下课 白瑶瑶便想去找她未来的老公 却没想到 当时老公的影响力是那么大 教室前后门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 自己还被解了出来 这次闺蜜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让她回去坐职日 白瑶瑶此时脑子里全是江映下 不找到她事不罢休 你认真的吗 为什么对江映下这么执着呀 因为她长得好看 有八块腹肌 更重要的是 她还是我的 话没说完 映入眼帘的 正是那江映下近乎完美的身体 白瑶瑶只觉自己进入了天堂 回头一看标识 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 她刚想逃 就被江映下拦住了去路 你刚刚说我是你的什么 白瑶瑶此时只觉脑子一片空白 缓缓地吐出几个字 你是我的未来老公 第二天 白瑶瑶很早便守在了校门口 望着自己的猎物出现 她一个箭步便冲了过去 早上好 江同学 这个给你 谢谢 但我不吃外面的食物 眼见江映下要走 白瑶瑶急忙拉住她 我知道你不吃外面的垃圾食品 所以特意去三公里外的门店 买了新鲜的灌汤包 江映下接过汤包 不禁疑惑她怎么知道的 就在这时 不远处竟传来了一阵怒吼 白瑶瑶你是不是在欺负江映下同学 她刚想解释 却没想到江映下竟等在了她身前 老师我们在讨论学习 此时白瑶瑶只觉心里暖暖了 她还是老样子 看似冷漠 其实私下里很温柔 前世被长辈催运时 也是她站出来 温柔地护着我 现实中白瑶瑶脸上泛着傻笑 眼见灭绝事态还要发飙 她连忙拉着江映下的手向教室跑去 今天的体育课 老师要求一般与一般的同学 男女跟一组相互协助 坐仰卧起坐 白瑶瑶一听 早已跃跃欲试 她必须要跟老公一组 她是白瑶瑶的青梅竹马 干嘛呢 是不是想和我一组 白瑶瑶现在只想 首次眼前这个不要脸的混蛋 刚要动手 却没想到江映下朝她走过来 你能和我一组吗 听到这话 白瑶瑶心里早已乐开了话 没想到老公还有这么主动的一面 当即便同意了下来 可身旁的黎燕安一听 只是死死地盯着江映下 好什么好 你不跟我这个十一年勤奋的竹马在一起 跟他一组干什么 白瑶瑶想了一回 最终还是觉得老公香 黎燕安看着他们的背影 脸色阴沉得可怕 很快每个同学便找到了各自的伙伴 望着地上的江映下 白瑶瑶只觉自己转打发了 就在她仔细观摩老公的腹肌时 她却猛地凑近了她 白瑶瑶压抑着心中的小恶魔 让自己冷静下来 下一秒 江映下竟凑了过来 白瑶瑶彻底呆愣在原地 还傻乎乎地说着 我们的进展是不是太快了 殊不知 她早已不争气地流下了笔血 老师见她这样 让江映下带着她去休息 此刻的白瑶瑶非常开心 她觉得这个鼻血 要与老公贴贴才能吼 没意会她的血便止多 这时白瑶瑶竟闻到了枝子花香 她不禁疑惑 这都九月了 枝子花还开吗 其实 这是我用花瓣做的香皂 洗澡用后残留的香味 白瑶瑶一听 瞬间便投来了崇拜的目光 没想到老公这么厉厉 不仅人长得帅 还会挣钱做饭 竟然还会用花质香皂 简直就是完美老公 见她这么喜欢 江映下答应回头给她拿几块 就在这时 安乐只喊白瑶瑶过去做仰卧起座 江映下看着她仰卧起座的模样 不禁红了脸 江同学 我做了多少个 三十个 白瑶瑶一听 还差二十个 便打起了卖蒙战术 询问她能不能放放水 见江映下没有回应 白瑶瑶只好放弃 却没想到下一秒 她说还剩五个 这让白瑶瑶很是惊奇 没想到她真的答应了 她觉得这是个机会 下一秒便凑到江映下耳边问她 江同学 除了我 你会给其他女生放水吗 她沉默了骗个 刚要回答 却传来了下课铃声 突然 白瑶瑶便被黎燕安拽着向外跑去 并让她管管她的好闺蜜 白瑶瑶此时只想打死这个竹马 破坏老娘好事 我还没听到老公的回复呢 第二天 白瑶瑶刚到教室 便发现了放在自己桌子上的饮料和香皱 她只觉心里甜甜的 接下来的几天 白瑶瑶每天都守在小卖部门口 一看到老公出现 她便凑了上去 好巧呀 你也来买东西啊 教室饮水机坏了 我来买瓶水 后面的两个女生不经嘀咕 江笑草怎么会看上一般的垃圾 更何况喜欢她的女生一操场都站不完 能看上她 白瑶瑶此刻非常恼虎 他们离这么近说话 是害怕别人听不到吗 江映夏冷冷地盯着他们 那两个女生也知理亏 赶忙抵着头逃走 白瑶瑶尴尬地挠挠头 心想每天这样在小卖部见面 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便要了老公的电话 刚回到班级的江映夏 就遭到身旁好兄弟的连番之舞 不是游水吧 你怎么又去小卖部 你最近去小卖部的次数有点多 一向珍惜时间的江学霸 竟然浪费几十分钟去小卖部 这肯定有什么猫腻吧 是不是因为一般的白瑶瑶 见她抬头 好兄弟瞬间懂吗 之前篮球赛 看到她给黎燕安加油 听说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 此刻江映夏竟放下了笔 你难道没听说过 青梅敌不过天降吗 一旁的哥们见她这么说 竟无力反驳 夕阳十分 刚洗完澡的江映夏 就收到了白瑶瑶的信息 询问她星期天 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想起白天哥们说的话 她不禁询问几个人去 当得知只有她一个人去时 她这才放下新闻 脑海中想起她的脸庞 她不禁疑惑 白瑶瑶你对我会不会 只是一时热情 比起不曾得到 我更害怕得到又失去的感觉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星期天 白瑶瑶穿着闺蜜 精心挑选的裙子 来到了游乐场 想着今天一定要拿下 那个狗男人 当看到江映夏时 却发现她身旁 站着一个女孩 看到这一幕白瑶瑶 瞬间爆发 好你的江映夏 你不守复得 我晚来几分钟 你就被别的小妖精捂过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顷刻间她便朝着江映夏奔去 口里还喊着老公 可没想到脚下一滑 便扑到了江映夏的怀中 抱歉 我等的人来了 女孩彻底傻眼了 没想到这么年轻 竟然是有夫之夫 当即便灰溜溜走了 此刻的白瑶瑶很是开心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突然她被一旁的喧闹声所吸引 怎么又脱把了 好想要那只小熊啊 见到那只小熊 白瑶瑶也心动了 当即接过枪 连续几发全部命中 当即便拿下了小熊 给了身旁的小朋友 真厉害 其实我自己也想要小熊啊 这平平无奇的话语 却在江映夏的眼中变了样 变成白瑶瑶撒娇时的模样 当即便拿了枪 扑动了扳机 可扒枪过后 全部脱把 身旁的白瑶瑶不禁感叹 她好像发现了笑草的弱领了 江映夏只是轻壳一声来掩饰尴尬 表示自己第一次还需多加练习 却没想到这时 白瑶瑶竟抱住了她 心自直倒了起来 眼睛 枪 气球要保持直线 手拿稳射击 果然气球在这一刻硬生破裂 江同学你太棒了 没一会便拿到了小熊王 当路过跳楼机时 白瑶瑶瞬间来了兴趣 当即便对江映夏撒起了娇 见她这样 江映夏当即便同意了下来 当两人坐上去时 白瑶瑶便想到了自己的攻略审则 随后便流出了泪水 表示自己很害怕 江映夏看着她可怜的模样 下一秒便牵起了她的手 可随后机器启动 白瑶瑶克制着脸上的表情 口里还说着好害怕 可一便结束 她便要求再来几次 几次过后 她才知道江映夏有苦高 看着她这副模样 她只觉一阵心疼 当即便去给她买水 看着她走后 江映夏不禁自责 我真是没用 竟然还要她来照顾自己 就在这时身旁走来一个大叔 并说着自己真没喝酒 可临走时 却拉下了装着酒的矿泉水瓶 刚买完水的白瑶瑶 看她那副模样 心疼得不行 她不禁感叹 江映夏会不会喜欢上自己 白瑶瑶这是你在超市买的水 是的 江映夏只觉有股奇怪的味道 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也没再注意 没一会儿 江映夏镜偏头靠了过来 白瑶瑶瞬间羞红了脸 现在她只想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突然 江映夏竟抓住了白瑶瑶的手 向着她凑了过来 望着那俊美的面庞 白瑶瑶心中怒吐 太近了 你别勾引我 我怕我定力不够 当即表示该回家了 却没想到 江映夏认真的表示 还有个地方没去 我们还没玩摩天轮呢 但现在马上要避原了 要不我们下次 话没说完 就见她满脸认真的表示 是你想玩摩天轮 白瑶瑶不禁疑惑 她这是怎么了 原本想着人家避原了肯定进不去 却没想到 管理员竟没抵挡住美男警 竟同意了下来 上了摩天轮的白瑶瑶很是自责 早知道不带江映夏玩刺激项目 感觉她现在怪怪的 可当坐舱到达最高处时 江映夏竟直接亲了过来 她果然很不对劲 可当她还想要亲亲时 江映夏竟打了个格 此刻白瑶瑶只觉自己快疯了 江映夏你竟然喝酒了 我没有 原以为是你喜欢上我了 结果是酒后乱亲 她一把捧住了江映夏的脸 警告道 如果你酒醒后敢忘记今天的事 你就死定了 第二天一大早 白瑶瑶便带着许多临时找到了竹猛 不是献殷勤 说有什么事 就是你下午能帮我整两张爱丽丝先进的票吗 干嘛 你自己不能买吗 就拿这点东西就想求个办事 能不能有点诚意 白瑶瑶见她要拒绝 连忙使出了卖萌打了 你是不是要和江映夏去看 关你屁事 快点说 要不我是不会买票的 白瑶瑶见瞒不过去 也就将昨天游乐场的事说了出来 竹猛一听 脸瞬间黑了下来 所以说你和江映夏亲嘴了 其实就碰到了一点点 竹猛早已看透了她的心思 你是怕她久醒后忘记昨天的事 想约她看电影 然后表白 真老头 见竹猛那副呆傻的模样 她只觉得快没救 哥求你了 如果你帮我把票买了 我请你吃饭 可在另一边 江映夏正看着他们 回到班级的白瑶瑶 向着闺蜜诉着骨 而在另一边 笑话苏子星正和江映夏对接着演讲流程 这让身边的同学 以为他们在谈恋爱 此时白瑶瑶正哼着小曲 去找她的江映夏 当看到目标时 就见苏子星正拉着她的衣服 她瞬间愣在原地 心想江映夏久久不忘的白月光 是她吗 一瞬间江映夏好像看到了白瑶瑶 这时身旁的苏子星竟挽住了她的胳膊 并表示在讨论一下演讲的事 江映夏却甩开了她 抱歉 我们离得太近了 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她看着手里白瑶瑶的邀请信息 脑海中静不自觉地回想起早上的事 她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 冷冷地变向教室走去 殊不知 白瑶瑶一直在她身后看着她 傍晚时分 白瑶瑶只觉生活失去了色子 那个坏男人竟然无数我的信息 难道是因为昨天差一点欣赏她 才一直不回信息 还是说和苏子星在一起 就不愿意理我了 大渣男 死渣男 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 第二天一大早 白瑶瑶便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高三的班门口 喊着让江映夏快点出来 我才是江映夏的未来老婆 我看谁敢和我抢老公 你找她干嘛 你直接说来找我 哥哥是不会笑话你 只见白瑶瑶嫌弃地向后退去 说什么胡话呢 一身汗臭味离我原点 你这个乡野村姑 我这是青春活力 臭男人 你见江映夏了吗 没见到 电影票还要不要了 白瑶瑶见到电影票瞬间变了脸 原来是专门送票的 可刚要拿到 就被竹马抽了回去 叫声哥哥我就给你 死男人你这样整事吧 看老娘不打死你 就在他们相互打闹时 正好被路过的江映夏撞见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白瑶瑶刚想和江映夏打招呼 却没想到她直接走向教室 连看她一眼都不看 见她这样 白瑶瑶怒了 为什么不回我信息 看见我也不说话 不就是因为那天的事吗 明明吃亏的人是我 我又没按着你的头让你亲我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倒是回头看看我呀 见她落泪 江映夏瞬间心软了 刚想解释 就被她甩开了手 向远处跑去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她不禁自责 狠狠地向身旁的墙面砸去 都是自己不好 回到教室的白瑶瑶 正向着闺蜜诉说着 那狗男人的恶行 我要和她单方面离婚 一旁的闺蜜让她先别哭 你的老公都快被别人挖走了 你看看最近的热搜 她一把抢过闺蜜的手机 就见上面诉说着 笑草与笑话修成正骨 气哭学渣傻白甜 看着那刺眼的评论 白瑶瑶怒火中烧 居然敢说我是学渣狗 江映夏喜欢聪明温柔的 我就当淑女 喜欢聪明的 我就考一半 让你们这些喷子无话可说 晚上她便向父母说了这一想法 一开始他们还不信 以为女儿受了啥刺激 但看着她那真诚的眼神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她便去找了戴克老师 开门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据母亲介绍 江奶奶当了十几年的老师 学识渊博 戴克肯定没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天 白瑶瑶每天都刻苦学习 白天上课 放学便到江奶奶那补习 殊不知 江奶奶的孙子正是江映夏 这天江映夏来看奶奶 却碰到了白瑶瑶的母亲 瑶瑶昨晚熬夜学习 她在窗边感冒了 我来跟您请个假 当听到瑶瑶二子 江映夏愣住了 她忍不住询问奶奶 在你这补课的女孩 是不是叫白瑶瑶 是啊 当得知是那个傻憨憨事 江映夏嘴角不禁露出了一抹微笑 自从那次以后 已经很久没和她联系了 以为我们会向两条平行线 回归到自己的世界中 却没想到你竟然成了奶奶的补习生 既然你再次光临我的世界 这次 我不会让你再逃走吧 晚上白瑶瑶的母亲便讲述着 今天在江奶奶家遇到的帅小虎 白瑶瑶只觉无语 肯定没有我家老公帅 这时她的手机却收到了好友申请 说是江奶奶的孙子 与学霸聊完 她只觉自己与一般的距离又近了一门 这时她却在闲聊群中看到 苏子星在高一时期追过李燕安 却惨遭拒绝的消息 她猛地做起 便将这件事讲给了闺蜜 却不知道自己发错了人 听到语音的江映夏瞬间黑了脸 还以为她在认真学习 却没想到她这么悠闲 白瑶瑶此刻只想找个地洞躲进去 只祈祷她没看到 下一秒手机便响了起门 就见江映夏给她发来了一套模拟题 现实做完 看到这条信息她才松了一口气 燃起斗志便做题去了 这天晚上白瑶瑶刚补完特准备回家 江奶奶见天色已晚 想着今晚就留在这里 前面的路灯也坏了 一个人走过安全 白瑶瑶不想打扰江奶奶 便拒绝了 当她走到路上 这才感觉比自己想法还要安 突然一刀黑影闪过 把她吓了一跳 手机也掉到了地上 当看到是一只猫时 白瑶瑶这才松了一口气 抚摸着猫咪 下一秒 猫咪好像受到了什么刺激 向着草丛逃窜 就在白瑶瑶疑惑猫咪怎么了 身后就窜出了一个男人 想要袭击她 白瑶瑶本可以一举逃脱 可转念一想 如果让这歹徒逍遥法外 又会有多少可怜的女孩受到伤害 于是在她脑海中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缓缓地放慢脚步 就在出小巷的一瞬间 转身便是一招段子绝孙脚 最终制服了歹徒 还受到了警察的嘉奖 江奶奶见她走夜路危险 便让她晚上住在她那 这天江硬下刚参加完竞赛回到学校 就受到了许多女生夸赞 一旁的白瑶瑶看着这一景象 不禁吐槽 真是一群无脑粉 我家老公当然是最厉害的 边上的闺蜜看不下去了 无脑粉总好过偷窥狂 你平时不是很勇敢吗 这次怎么怂了 白瑶瑶刚想给闺蜜吹牛 就被突然出现的江硬下吓了一跳 白瑶瑶同学真有活力 每天都暗中观察校园动向 是准备应聘校园什么岗位 白瑶瑶只绝完了 自己在老公心中的淑女形象彻底崩塌了 为了保留最后的防线 她拖着一旁的闺蜜跑路了 晚上她便来到江奶奶家补息 却没想到撞见了江硬下 得知她就是江奶奶的孙子时 她立马进入了死机状态 看到饭时 她又满血复活了 可迟到一半 她忽然想起 在上一时 江奶奶是在江硬下上大意识去世的 她是在睡梦中离去的 走得很安详 吃过饭的白瑶瑶 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思考 该怎么改变江奶奶的结局 江硬下怕她着凉给她披了件衣服 见到江硬下的一瞬间 白瑶瑶瞬间绷不住了 哭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 她发现自己醒来 竟然出现在床上 想想昨晚自己哭着哭着就睡丑了 感觉好丢脸 刚出门就撞见了擦汗的江硬下 看着她那坚实的腹肌 白瑶瑶瞬间迷糊了 家人们谁懂呀 大早上就看到八块腹肌 谁不迷糊呀 见她这副模样 江硬下问她要不要听歌 刚戴上耳机 白瑶瑶懵了 哪个好人大轻走 听雅思英语呀 这难道就是学霸与学渣的本质区别吗 江奶奶见白瑶瑶睡醒 招呼她过来吃饭 白瑶瑶心里乐开了花 来看看高矮合不合适 好 扶好了 我们要出发了 白瑶瑶刚想还住她的腰 脑海中便出现了早上的情景 她努力压制着自己 现在可不是缠人家身子的时候 江硬下见她迟迟没有反应 以为她是害怕 便让她扶稳 自己会骑得慢点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考试那天 白瑶瑶只觉自己完了 自己竟然来那个了 闺蜜劝她还是请假休息吧 但想想为了那个榆木哥的 白瑶瑶还是摇摇摇摇 喝了要去考试了 当她看到试题的那一刻 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这些提醒江硬下都带我练习过 白瑶瑶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定是撑到了考试的最后一刻 她现在只觉自己快要死掉了 想想上一试 每次都是老公照顾自己 这也让自己轻松了许多 就在她迷糊至极 仿佛看到了江硬下 来把热牛奶喝了 会好一些 白瑶瑶刚喝完 只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 对了还有这个东西你拿着 这个是店员推荐我买的 说很有效果 望着那手中可爱的暖宝宝 白瑶瑶只觉自己的心都被融化了 谢谢你 我很喜欢 当闺蜜来到教室 想要送白瑶瑶回家时 就见她靠在江硬下肩上睡着了 闺蜜健壮 火速撤离了恋爱现场 刚下楼就撞见了两个250瓦的电灯泡 她赶忙打发走了他们 瑶瑶呀 作为好姐妹我只能帮你到这儿 你可要争气啊 而在另一边 江硬下正背着白瑶瑶下了楼 送着她回了家 几天后 白瑶瑶精神焕发地来到了学校 闺蜜掐着她肥嘟嘟的脸不禁疑火的 消失的这几天 偷吃啥好东西了 就是江奶奶不放心我 照顾我几天 对了 昨天月考成绩出来了 可惜你没来 各科老师都快把你夸上天了 听说一般最后一名只考了648分 而你考了670分 听闺蜜这么一讲 白瑶瑶瞬间激动了起来 那我可以进一班了 突然她见身后鬼鬼祟祟的李燕安 立马便露出了坏销 咱们的赌约你没忘记吧 说要什么牌子的洗发水 香叶村姑你先别急 我这可是有江映夏的惊天大秘密 你放过我 我就告诉你 好成交 敢骗我你就死定了 就是江映夏她谈恋爱了 你别光是不说呀 到底江映夏跟谁谈恋爱 年轻人就是急躁 看你请我吃一顿饭的分量 我就告诉你吧 你看看这张照片 白瑶瑶一把抢过了她的手机 当看到里面的女生是自己时 她瞬间松了一口气 浪费我一顿午餐 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了 晚上她便来到了火锅店 与江奶奶一起吃火锅 奶奶不能吃辣 江映夏你的是醋汁味和麻酱味的 望着江映夏呆愣的表情 白瑶瑶以为自己调错了 一旁的江奶奶不禁偷笑道 瑶瑶你调得很好 下下从小就爱弄两份酱料 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 白瑶瑶瞬间羞红了脸 是自己大意了 现在不该知道江映夏的私人小习惯 一顿风卷残云后 白瑶瑶只觉自己快撑得走不动 一个不稳就撞到了江映夏怀中 却没想到 这一幕正好落到了江奶奶眼中 但能与笑草分到同一个班级 女孩不惜花重金聘请一位家教 却没想到聘来的正是笑草 看到笑草的第一眼 女孩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本以为接下来会是幸福的二人事件 可没想到笑草拿出了一大堆习题 并表示坐不完不许睡觉 一瞬间女孩的幻想破灭 心想这个臭男人一定是来报仇的 前不久 黎安与白瑶瑶在楼道里打闹 正好被路过的江映夏撞见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白瑶瑶刚想和江映夏打招 却没想到他直接走向教室 连看他一眼都不看 见他这样 白瑶瑶怒了 为什么不回我信息 看见我也不说话 不就是因为那天的事吗 明明吃亏的人是我 我又没按着你的头让你亲我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倒是回头看看我呀 见他落泪 江映夏瞬间心软了 刚想解释 就被他甩开了手 向远处跑去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他不禁自责 狠狠地向身旁的墙面杂举 都是自己不好 回到教室的白瑶瑶 正向着闺蜜诉说着 那狗男人的恶行 我要和他单方面离婚 一旁的闺蜜让他先别哭 你的老公都快被别人挖走了 你看看最近的热搜 他一把抢过闺蜜的手机 就见上面诉说着 笑草与笑话修成正骨 气哭学渣傻白甜 看着那刺眼的评论 白瑶瑶怒火中烧 虽然敢说我是学渣狗 以为女儿受了啥刺激 但看着他那真诚的眼神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他便去找了戴克老师 开门的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据母亲介绍 江奶奶当了十几年的老师 学识渊博 戴克肯定没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天 白瑶瑶每天都刻苦学习 白天上课 放学便到江奶奶那补习 殊不知 江奶奶的孙子正是江映下 这天江映下来看奶奶 却碰到了白瑶瑶的母亲 瑶瑶昨晚熬夜学习 他在窗边感冒 我来跟您请个假 当听到瑶瑶二子 江映下愣住了 他忍不住询问奶奶 在你这补课的女孩 是不是叫白瑶瑶 是啊 当得知是那个傻憨憨时 江映下嘴角不禁露出了一抹微笑 自从那次以后 已经很久没和他联系了 以为我们会像两条平行线 回归到自己的世界中 却没想到你竟然成了奶奶的母习生 既然你再次光临我的世界 这次 我不会让你再逃走了 晚上白瑶瑶的母亲便讲述 今天在江奶奶家遇到的帅小五 白瑶瑶只觉无语 肯定没有我家老公帅 这时他的手机却收到了好友申请 说是江奶奶的孙子 与学霸聊完 他只觉自己与一般的距离又近了一年 这时他却在闲聊群中看到 苏子星在高一时期追过李燕安 却惨遭拒绝的消息 他猛地坐起 便将这件事讲给了闺蜜 却不知道自己发错了 听到语音的江映下瞬间黑了脸 还以为他在认真学习 却没想到他这么悠闲 白瑶瑶此刻只想找个地洞躲进去 只祈祷他没看到 下一秒手机便响了起来 就见江映下给他发来了一套模拟题 现实做完 看到这条信息他才松了一口气 燃起斗志便做题去了 这天晚上白瑶瑶刚补完课准备回家 江奶奶见天色已晚 想着今晚就留在这里 前面的路灯也坏了 一个人走不安全 白瑶瑶不想打扰江奶奶 便拒绝了 当他走到路上 这才感觉比自己想的还要 突然一道黑影闪过 把他吓了一跳 手机也掉到了地上 当看到是一只猫时 白瑶瑶这才松了一口气 抚摸着猫咪 下一秒 猫咪好像受到了什么刺激 向着草丛逃窜 就在白瑶瑶疑惑猫咪怎么了 你双最恶的双手 正向他袭来 人笑道一的学渣 却扬言要考进全校前五十 所有人都把他当笑话 然而此时学渣正被自己的成绩惊呆 总分669全校39名 我的老公也太厉害了吧 叫倒了半个月 自己就鲜鱼翻身了 想想这些天 每天都被笑草催促刷题 都快熬成大熊猫了 不过每天都能见到老公 这一切都值得 在这期间 白瑶瑶还抓了一个恐怖分子 那天晚上他刚补完课 正准备回家 身后就窜出了一个男人 想要袭击他 白瑶瑶本可以一举逃脱 可转念一想 如果让这歹徒逍遥法外 又会有多少可怜的女孩受到伤害 于是在他脑海中 萌身了一个大胆的响子 他缓缓地放慢脚步 就在出小巷的一瞬间 转身便是一招段子绝孙姐 最终制服了歹徒 还受到了警察的嘉奖 江奶奶见他走夜路危险 便让他晚上住在他那 这天江硬夏刚参加完竞赛回到学校 就受到了许多女生夸赞 地旁的白瑶瑶看着这一景象 不禁吐槽 真是一群无脑粉 我家老公当然是最厉害的 边上的闺蜜看不下去 无脑粉总好过偷窥狂 你平时不是很勇敢吗 这次怎么怂啊 白瑶瑶刚想给闺蜜吹牛 就被突然出现的江硬夏吓了一跳 白瑶瑶同学真有活力 每天都暗中观察校园动向 是准备应聘校园什么岗位 白瑶瑶只绝完了 自己在老公心中的淑女形象彻底崩塌了 为了保留最后的防线 他拖着一旁的闺蜜跑路了 晚上他便来到江奶奶家补习 却没想到撞见了江硬夏 得知他就是江奶奶的孙子时 他立马进入了死机状态 看到饭食人 他又满血复活了 可吃到一半 他忽然想起 在上一世 江奶奶是在江硬夏上大一时去世 他是在睡梦中离去的 走得很安详 吃过饭的白瑶瑶 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思考 该怎么改变江奶奶的结局 江硬夏怕他着凉 给他披了件衣服 见到江硬夏的一瞬间 白瑶瑶瞬间绷不住了 哭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 他发现自己醒来 竟然出现在床上 想想昨晚自己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感觉好丢脸 刚出门就撞见了擦汗的江硬夏 看着他那坚实的腹肌 白瑶瑶瞬间迷糊了 家人们谁懂呀 大早上就看到八块腹肌 谁不迷糊呀 见他这副模样 江硬夏问他要不要听歌 刚戴上耳机 白瑶瑶懵了 哪个好人大清早 听雅思英语呀 这难道就是学霸与学渣的本质区别吗 江奶奶见白瑶瑶睡醒了 招呼他过来吃饭 下下忙活一早上 后座安好了吗 当得知他未送自己上学 刻意安了自行车后座 白瑶瑶心里乐开了花 来看看高矮合不合适 好 扶好了 我们要出发了 白瑶瑶刚想还住他的腰 脑海中便出现了早上的情景 他努力压制着自己 现在可不是缠人家身子的时候 江硬夏见他迟迟没有反应 以为他是害怕了 便让他扶稳 自己会骑得慢点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还缠校草的身子 不惜施展美人计扑倒校草 刚起身又扯坏了校草的衣服 望着那炸线的春光 女孩只觉自己的小心脏快跳了出来 校草当即就怒了 今晚写不完十套试卷 不许睡觉 这个鱼木疙瘩 只知道学习 刚刚那么好的气氛就被他破坏 明明差一点就能轻轻了呀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考试那天 白瑶瑶只觉自己完了 自己竟然来那个了 闺蜜劝他还是请假休息 但想想为了那个鱼木疙瘩 白瑶瑶还是咬咬牙 喝了要去考试了 当他看到试题的那一刻 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这些提醒将印象都带我练习过 白瑶瑶凭借着顽强的意义 硬是撑到了考试的最后一刻 他现在只觉自己快要死掉 想想上一试 每次都是老公照顾自己 这也让自己轻松了许多 就在他迷糊至极 仿佛看到了江印象 来把热牛奶喝了 会好一些 白瑶瑶刚喝完 只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 对了还有这个东西你拿着 这个是店员推荐我买的 说很有效果 望着那手中可爱的暖斗了 白瑶瑶只觉自己的心都被融化了 谢谢你 我很喜欢 当闺蜜来到教室 想要送白瑶瑶回家时 就见他靠在江印象肩上睡着了 闺蜜见状 火速撤离了恋爱现场 刚下楼就撞见了 两个250瓦的电灯泡 他赶忙打发走了他们 瑶瑶呀 作为好姐妹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 你可要争气啊 而在另一边 江印象正背着白瑶瑶下了楼 送着他回了家 几天后 白瑶瑶精神焕发地来到了学校 闺蜜掐着他肥嘟嘟的脸不惊疑 祸到 消失的这几天 偷吃啥好东西了 就是江奶奶不放心我 照顾了我几天 对了 昨天月考成绩出来了 可惜你没来 各科老师都快把你夸上天了 听说一般最后一名只考了648分 而你考了670分 听闺蜜这么一讲 白瑶瑶瞬间激动了起来 那我可以进一班了 突然他见身后鬼鬼祟祟的李燕安 立马便露出了坏笑 咱们的赌约你没忘记吧 说要什么牌子的洗发水 相爷村姑你先别急 我这可是有江印象的惊天大秘密 你放过我 我就告诉你 好成交 敢骗我你就死定了 就是江印象他谈恋爱了 你别光吃不说呀 到底江印象跟谁谈恋爱了 年轻人就是急躁 看你请我吃一顿饭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吧 你看看这张照片 白瑶瑶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机 当看到里面的女生是自己时 他瞬间松了一口气 浪费我一顿午餐 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了 晚上他便来到了火锅店 与江奶奶一起吃火锅 奶奶不能吃辣 江印象你的是醋制味和麻酱味的 望着江印象呆愣的表情 白瑶瑶以为自己调错了 一旁的江奶奶不禁偷笑道 瑶瑶你调得很好 下下从小就爱弄两份酱料 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 白瑶瑶瞬间羞红了脸 是自己大意了 现在不该知道江印象的私人小习惯 一顿风卷残云后 白瑶瑶只觉自己快撑得走不动 一个不稳就撞到了江印象怀中 却没想到 这一幕正好落到了江奶奶眼中 红活一世 女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草贴贴 不仅偷看着换衣服 还花重金到他家补习 只为多看他一眼 这天 白瑶瑶刚想与江印象贴贴 就被江奶奶撞见 他刚想解释 江奶奶就拍了拍脑袋 说他还有东西没拿 见江奶奶这滑稽的眼睛 两人都忍不住笑了 走吧 我带你去买剑尾消试片 免得你撑得在摔跟头 一路上白瑶瑶一直在傻笑 江印象不禁疑惑 想什么呢 这么开心 就是想到 我们马上要在同一个班级上课 到时可以一起吃饭 不会的提你还能教我 江印象刚想说些什么 见他期待的眼神 还是忍住了 第二天 白瑶瑶一早便来到了一班 却被老师分到了黎安旁边 香叶村姑我们真有缘呀 有缘也是孽缘 白瑶瑶很早便把一班的座位摸清了 他前面刚好坐的就是江印象 可等了许久 始终没见他的身影 香叶村姑别等了 江印象不会来了 今年西齐大学实行校外选拔 所以我们班开设了精英班 他去精英班了 白瑶瑶一听瞬间实话 可恶 那个鱼木哥的为什么不告诉我 晚上回到家的江印象 就见白瑶瑶一个人坐在那 瑶瑶我能和你谈谈吗 谈什么 不声不响掉去精英班的事 对不起 白瑶瑶一听就怒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害怕我阻拦你吗 明明你可以左右我的心情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开心呢 见他要走 江印象一把拉住了他 我是怕我自己会动摇 我一直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着 但看着你我却想停下脚 瑶瑶你让我舍不得 听到这话 白瑶瑶瞬间羞红了脸 转身变向远处跑去 刚刚的一切 江奶奶都看在了眼里 夏夏虽然我不知道 你怎么惹瑶瑶生气 但是瑶瑶是个女孩子 女孩子是要哄的 在另一边 白瑶瑶只觉自己心跳加速 脑海中全是江印象刚刚说的话 那个榆木疙瘩究竟在说什么呀 刚刚的那句话就像告白一样 就在他思考该怎么和江印象和好时 他却自己找了过来 学习也不能饿肚子 奶奶让我来送晚餐 见到食物 白瑶瑶瞬间化身干饭达人 看在这玉米的份上 原谅你这一次 但你以后有事不许瞒着我 放心以后绝不瞒着你 刚好有件事想跟你说 明天一早我便去平成比赛 大概要待上几个月 听到这话 白瑶瑶瞬间急了 你明早就要走 那你现在还敢站在这袋马 东西收拾了吗 你那么挑食 我去准备些便当 见他这样 江印象只觉心里暖暖的 他拦住要去忙活的白瑶瑶 表示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本以为接下来会是幸福的二人事件 可没想到下一秒 就被那榆木疙瘩按在了座位上 不止起了作业 第二天清晨 白瑶瑶看着那粉色自行车 不禁露出一抹微笑 榆木疙瘩照顾好自己 我会等你回来的 什么样的场景 让一个女生念念不忘 甚至有种难以言语的冲动 自从白瑶瑶看到 江印象结实的腹肌后 白瑶瑶总感觉浑身不对劲 有点热 又有点慌 每天脑子里都是他的身影 想想江印象去平成比赛 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白瑶瑶化思念为动力 每天拼命学习 成绩也稳居班级中上 最终还将自己熬成了大熊猫 时间很快到了跨年那天 看着大荧幕上写的 跨年最想见的人是谁 白瑶瑶不禁有些落寞 她默默地掏出手机 想着那个榆木疙瘩应该睡了吧 突然将应下的电话打了过来 白瑶瑶有些激动 你怎么还没睡 还没 大家都在为决赛做准备呢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差点赶不上跟你跨年了 听着她说的这些 白瑶瑶心里暖暖的 伴随着钟声响起 新的一年也随之开始 鱼目疙瘩 原来我和孤单之间 只差一个你 遇到你真好 第二天清晨 白瑶瑶只觉自己快被冻死了 她刚要去学校 身旁就传来声音 谁让你不提前准备好东一的 真让人不省心 刚好有东西带给你 看到将应下的第一眼 白瑶瑶以为自己看错了 明明昨晚我还在念叨 怎么今天早上就见到她了 想什么呢 快把这个带上 上来吧 我送你去上学 白瑶瑶只觉这一切都像一场梦 又像突然被人塞了一块甜甜的糖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听说咱们学校的比赛团队 明天才会回来 昨晚打电话时 你还没说要回来 是半夜订的票吗 是因为我很想家 所以提前回来了 看着她红扑扑的耳朵 白瑶瑶暗自偷笑 想家为什么会害羞啊 你耳朵咋红了 是因为冷 这个鱼目疙瘩就知道嘴硬 那这样就不冷了吧 可是你耳朵好热 不像是冻的 自从女孩偷看校草换衣服 脑子里就全是她的身影 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思维 可看着两人的牙刷 她不禁露出了一抹坏笑 这片白瑶瑶还在为 江应下的道来偷偷闪笑 一旁的竹马看不下去 香叶村姑 你是不是早上没吃药 已经笑了好几节课了 土狗真是幸福的笑 说了你也不懂 神啊 快点放学吧 我要去见那鱼目疙瘩 可当她见到江应下后 又紧张地说不出话 江应下有句话 我忍了76天一直想和你说 就是我想你了 就在两人快黑黑时 江奶奶忽然出现 让他们进屋吃饭 两人就像做错事的小孩 瞬间呆愣在原地 最近俊欢的父母工作调动 所以要来咱们这住一段时间 白瑶瑶一听这名字瞬间慌了 那时母亲与俊欢的妈妈是好闺蜜 自己还经常到她家玩 让她换女装陪自己玩过家家 上小学时还抢她红领巾 还强迫她给自己做作业 反正该做的坏事都做了 万一她在江应下面前胡说八道 那我的形象岂不是毁了 搞不好还会影响未来的婚姻 不能坐以待毙 我要主动出击 那就在她见到江应下之前 给她再上一刻 第二天 李俊欢如约而至 她刚一进门就看到了装睡的白瑶瑶 原来这就是奶奶说的漂亮姐姐 她刚要瞅瞅这漂亮姐姐长啥样 就被突然醒来的白瑶瑶吓了一跳 原来是你这个女变态 哥快来救我 见她要喊救兵 白瑶瑶瞬间扑倒了她 等会进了屋 咱们以前的事你不准说出去 要是让江应下知道 我就埋了你 什么事不能让我知道 是什么秘密啊 见江应下在身后 白瑶瑶瞬间恢复成温顺的小兔子 没什么 她便推着她进入屋 哥还有我呢 红活一世 女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笑草贴贴 不仅偷看她换衣服 还花重金到她家补习 只为多看她一眼 这天李俊欢刚到江奶奶家 就被蹲守在门口的白瑶瑶欺负 回到客厅 她急忙向江奶奶告状 白瑶瑶现在只想打死这混蛋 疯婆子我就算是死也要揭发你 你把我当奴隶就算了 如今还想坑害我表哥和奶奶 做梦 话没说完 就被突然站起来的江应下打断 别吵了 先吃饭 吃完饭的白瑶瑶 就见江应下在给车子粉刷新的颜色 白瑶瑶现在很开心 想着以后又能和她一起上学了 江应下 李俊欢说的都是真的 我以前确实挺爱欺负她的 你不会讨厌我吧 下一秒 江应下就朝她笑了笑 不会的 我其实有点嫉妒李俊欢 因为她口中的你 是我不知道的 我喜欢听你小时候的事 无论好坏 但是我只想听你跟我说 那你可不准笑 与此同时 一个2500瓦的电灯泡 正注视着这一切 第二天白瑶瑶刚睡醒 看着自己与江应下的牙刷 嘴角露出了一亩坏笑 突然她感觉身后意料 停止了手下的动作 快速地洗完脸 去找榆木疙瘩 看着她额头的海 白瑶瑶细心地为她擦着 与此同时 一个二愣子在一旁注视着这一切 吃饭时 白瑶瑶终于忍无可忍了 你个二愣子是有什么大病 一早上你要干嘛 既然暴露了 我也就不藏了 我一定会找出 你住在这里的原因 白瑶瑶懒得理他 我是为了方便补习 你个学渣会想学习 当从江应下口中 得知他现在在一班时 李俊欢只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 他刚想坐下 就被满脸杀气地 江应下赶到了一边 他瞬间觉得早餐都不像了 哥哥为什么要凶我 刚吃完饭 二愣子就两眼冒光地盯着车子 他刚想坐上去 就惨遭拒绝 望着两人的背影 二愣子彻底怒了 疯婆子都怪你 抢走了哥哥对我的爱 等他跑到校门口 就见满脸坏笑的白摇摇 下一秒 二愣子就遭到了疯婆子的威胁 听好了 我跟江应下住在一起的是不许外传的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了 我第一个弄死你 突然二愣子好像明白了什么 疯婆子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呀 自从女孩看了男友的腹肌 现在满脑子都是那画面 越知你看这个鸡腿像不像江应下的腹肌 闺蜜只觉他疯了 你不要太离谱 香叶村姑都怪你在后面磨蹭 现在连好一点的菜都没有 对不起 其实他是为了躲那个二愣子 那家伙一直问我是不是喜欢江应下 都快烦死了 可最终还是没躲开 江应下望着白摇摇餐盘里全是青菜 一点肉都没有 刚想给他加肉 就被对面的黎燕安抢先了一笔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来摇摇张嘴 好吃吗 白摇摇刚想说话 就被一旁的竹马拍了一巴掌 记得徒补头 也不怕被噎死 接下来就是两人的争风吃醋 白摇摇直呼受不了 连忙找了个借口逃了出来 二愣子盯着疯婆子离去的背影 觉得他肯定有事 刚出来的白摇摇一打开手机 就遭受了一连串的轰炸 这帮脑残粉针当我不会怼人呀 给我等着 可看着江应下给自己喂饭时的照片 又犯起了花痴 这张照片拍得挺不错的 突然出现的二愣子吓了白摇摇一跳 疯婆子刚刚的一切我都看到 你不仅有我哥的后援粉丝去 还叫我哥老公 疯婆子你早恋 我要去告诉江姨 白摇摇现在只想除掉他 让自己的秘密不外传 疯婆子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哥 白摇摇想着 绝对不能告诉他 他肯定会给老妈告状 到时候会被接回家 我才不喜欢江应下呢 可他刚一回头 不知江应下何时站到了自己身后 刚才将阿姨打来电话 你有空记得回话 白摇摇还想解释 却被江应下打断 俊欢你以后不要问一些奇奇怪怪 让人为难的问题 我跟白摇摇只是普通朋友 别给人家添马子 见他离去的背影 白摇摇只觉一阵心痛 便哭了起来 二愣子见他哭 瞬间心软 为了哄他 发誓自己永远不会告诉江阿姨 你和我哥的事 可下一秒 白摇摇静好好的抬起了头 你这誓言可以 不许耍赖哦 刚刚我哥都那种态度 你还高兴 你个二愣子当然不懂了 第一次看到那榆木疙瘩生气 真可爱啊 榆木疙瘩等着 我吃定你了 高冷笑草人射崩了 不是哄媳妇睡觉 就是接他放学 时不时还要吃醋 当听到自家媳妇说不喜欢他时 他只觉得自己兴奋了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 偷偷地抹着眼泪 而在另一边 白摇摇想用美食来哄那个小哭包 一不小心还弄伤了自己的手指 他刚转头 就见那个二愣子在偷吃 他决定要除掉这个害羞 老娘的配菜都叫你吃光了 拿命来 李俊欢正跑着 一个不留神 就撞到了江映夏 还将配菜弄到了他衣服上 见自家小哭包的衣服脏了 白摇摇刚想给他洗干净 就被江映夏拒绝了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白摇摇只觉自己的计划失败了 他决定继续去做美食 没过多久 江映夏又出来了 他让李俊欢把窗壳贴给白摇摇 望着手里的窗壳贴 二愣子只觉一阵无语 何计你们在这给我秀恩爱呢 很快白摇摇便将饭做好了 见自家小哭包还不理自己 他决定给他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小熊在洗衣服 可有一个地方总是洗不干净 熊妈妈让他认真错 你猜小熊说了什么 他说我错了我错了 见这个榆木疙瘩还是没反应 白摇摇尴尬地跑开了 等他走后 江映夏还是乖乖地把饭吃了 回到学校的白摇摇 很是疑惑 明明上一世这些招数都很冷呀 怎么现在都不管用了 忽然他看到门外江映夏与苏子星的身影 望着他们的背影 白摇摇懵了 这个臭男人不会因为生我的气 一情别练了吧 二十一中最高冷的学霸 却也是个大醋坛子 当听到自家媳妇说不喜欢她时 他立马化身小哭包 躲在角落哭了三天三夜 媳妇怎么哄也哄不好 这天刚回学校的白摇摇 就撞见了江映夏与苏子星的身影 这让他心里一阵难受 难道自家小哭包一情别练了 他敲咪咪地跟了过去 没一会教室里传出了琴声 映夏这首曲子好听吗 江映夏只是问了一声便没再说什么 而在外面的白摇摇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 弹得很不错 我要是有这绝火 非得对着学校大喇叭开音乐会 就算你很有才华 也不能抢走我家小哭包 映夏其实这首曲子讲的是撕裂与爱业 我在写它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你 映夏我喜欢你 可下一秒 江映夏就拒绝了他 抱歉我从没想过这方面的事 再见 外面偷听的白摇摇 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不愧是高老男神 拒绝起来毫不留情 没想到小哭包这么恪守复得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表扬你 苏子星这时早已黑了脸 口里说没想过那方面 那白摇摇呢 我不甘心 绝对不会把你让给别人 尤其是一无是处的白摇摇 下一秒 苏子星就抱住了江映夏 口里还说着我是真心的 求你别离开我 外面的白摇摇早已火冒三丈 脸都不要了生敷是吧 小哭包坚持住 我这就来救你 他刚想冲进去 就被外面的纪律委员发现 这位同学 考完是不抓紧离开这 瞎话又什么 抱歉好 我这就离开 里面的江映夏一听 是自家媳妇的声音 一把推开了苏子星 可以打开门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之后的几天 白摇摇一直在思考 自己在那个小哭包心里的地位 就在他愁苦之际 李俊欢来了 土狗你觉得我和苏子星哪个好看 疯婆子你是女生吗 全世界就我爸妈 还把你当女生看 好像这次回来 还特意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一听到是土狗爸妈来了 白摇摇也瞬间激动了几百 走等下去告诉月之一声 晚上放学直接去饭店 而在另一边 小哭包正看着这一切 他的醋坛子又打翻了 高冷笑草竟然爱上了岛笑女 每天不是吃醋 就是在吃醋的路上 看着自家老婆 与其他狗男人亲密 他的醋坛子又打翻了 立马化身小哭包 偷偷地抹着眼泪 白摇摇还不知道 自己又惹小哭包生起了 还开心地去见土狗爸妈 刚见面就被李燕安母亲 拉到身边 我们摇摇好漂亮 这条裙子超级适合你 当我们家儿媳妇怎样 土狗一听 立马反驳 妈你在说什么呢 哎呦狗崽子 是谁小时候天天吵着 要娶瑶瑶吗 怎么大了反而害羞起来 很快聚餐就到了尾声 白摇摇吃饱了在外吹着风 想着那个小哭包 怎么还不发消息呢 这时李燕安也出来了 疯婆子我快受不了了 里面的爹妈 已经开始脑补 未来孙子的名字了 白摇摇听后忍不住笑了 真是服了他们了 从小到大都爱 拿我们两个开玩笑 知道是玩笑就好了 对付家长 要会左耳进右耳出 疯婆子开玩笑 当然可以忽视 但如果我把那些话 当真了怎么办 白摇摇你非将硬下不可吗 其实我在遇到将硬下时 就制定了个圆满的计划 什么计划 当然是追将硬下的计划书 所以你问我是不是 非将硬下不可 也许是吧 因为我的计划里 根本没有其他人的位置 见他这么说 李燕安沉默了一会 便回去了 乐枝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轻叹了一声 摇摇你跟那个土狗聊啥了 也没什么 就是他突然问我恋爱的问题 乐枝刚想说 那个土狗其实喜欢你 就被白摇摇的手机信息打断 见他满脸的花痴样 乐枝觉得还是不告诉他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就算摇摇知道了 土狗的心意又能怎样 只会徒增烦恼 而在另一边 小哭包还想问他白天的事 可最后还是放弃了 为什么那个狗男人 就能那么放肆地接近他 我却要处处克制 他觉得好烦 于是拉着俊欢去跑过了 可没跑一回 身边就没了俊欢的身影 一转头就见他痛苦地躺在地上 为好玩 他就撩拨了一只纯情小哭包 谁知高冷小哭包化身 封批小奶狗 要把他吃干抹镜扎都不上 还想让他为自己生死的贼 可奶狗追气路漫漫 不仅有土狗争中吃醋 还要提防绿茶暗中使唤 原来小哭包表面是个死傲娇 实则喜欢搞暗恋 他正想着如何讨媳妇欢心 就被突然倒地的俊欢吓了一跳 另一边 当从母亲口中得知二愣子住院时 白瑶瑶飞快地冲向医院 医生说他是因为膝盖磨损过度 可能以后不能再跑步 白瑶瑶心中一阵脚痛 想想小时候自己与二愣子一起玩耍 当时喂养了一只流浪猫 可是有一天小猫突然跑开了 我跟二愣子都追不上他 结果小猫就在我们面前被车撞 二愣子总是说 如果当时他能跑得再快一些 小花就不用死了 从那以后 奔跑就成了他的梦想 让他放弃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 就算勉强训练也撑不了多久 到最后还要冒着坐轮椅的风险 值得吗 白瑶瑶想的上一时 二愣子在他家人的劝说下放弃了梦想 毕业后参加了野生动物救援组织 似乎很开心 但他眼中时常很落寞 他突然按倒一旁的江印象 你明明把他的康复计划都罗列出来 为什么不试着相信自己一次 一旁的二愣子嘴角弯了弯 还是这疯婆子懂我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帅气地醒过来 然后阐述一下自己伟大的理想 可下一秒身旁就传来了争吵声 你的领口好大 这个姿势我都快看到 江印象你的色狼 你跟林燕安打闹时也这么没分头 你怎么又提他 一旁的二愣子只觉无语 现在让我还怎么帅气地醒过来 屁股好痒 你们不要在人家床前打情骂俏了 第二天中午 几人正开心地干着饭 特长生还在训练 这两天怎么不见俊欢 你说二愣子呀 他腿上救急复发 被安在家休养了 遥遥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你们放心 他现在正在家享福呢 而且他也不让我给你们说 这时江印象也过来了 他们一坐下就开始争风吃醋 恨不得用眼神杀死对方 突然白瑶瑶站了起来 一把抢过江印象的餐盘 你怎么还吃山药了 又要过敏了 这都第几次了 一旁的土狗不愿意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 是二愣子告诉我们 刚回到教室的白瑶瑶 就在书包里找了什么 然后就向着精英班跑去 可刚要过去就碰到了苏子星 你不是我们班的同学 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人 请问精英班怎么走 因为我们班的同学 几乎不会和末尾班的人爱往 有什么事我可以给你带船 白瑶瑶现在只想掐死这个女孩 下一秒 她便向江印象发去了信息 可刚走苏子星就给闺蜜说 那个就是缠着江印象不放的白瑶瑶 闺蜜一听 打算要为她出这口恶气 上前便扯住了白瑶瑶的衣礼 你为什么要掺和别人的感情 识相的以后离江印象原点 高冷笑草爱上学霸乖乖女 每天不是哄媳妇睡觉 就是接她放学 时不时还要吃醋 当看到自家媳妇被人欺负时 她立马冲上去护住她 看着她没事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旁的绿茶闺蜜看不下去 江印象你竟然脚踏两只船 你让子星怎么办 江印象听后 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苏子星 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 我不想让你难看 自己解释一下吧 苏子星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把江印象拉到一边哀求的 印象要是我告白被拒绝的事传出去 一定会有很多人笑话我的 对我的影响不好 所以你想怎么解决 我们什么都不管 江印象最终还是同意的 可以回到教室 苏子星就抓响白瑶瑶 口里还说着 求你别再纠缠江印象 印象说在学校公开恋情不好 这次江印象彻底生气了 一把推开苏子星 我们从来没有交往过 给你解释的机会 不是让你造谣 口口声声说我们在交往 我们私下一定会有联系吧 那我问你 你有我的联系方式吗 我对什么东西过敏 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苏子星 没有拆不穿的谎言 更没有强求来的感情 你说过流言蜚语 对一个女孩子伤害很大 可你散布谣言时 有想过白瑶瑶的感受吗 你让我觉得恶心 说完就拉着白瑶瑶向外走去 原来小哭包还有这么勇敢的一面 为你的建议永违点个赞 建议永违什么的我可没想 只是生怕护不住你 如果这点小事都没办法保护你 那以后怎么让你依靠 白瑶瑶听后瞬间羞红了脸 为了表彰你今天英雄救美 今晚回家我请你吃火锅吧 这时手机弹出一条信息 白瑶瑶看后愣了好理会 江应下以为是他钱不够 让他先用自己的 怎么可能 你的小哭包瞧不起谁呢 你现在应该叫我姚妇婆 时间过得好快 我要跟小哭包分开了吗 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 竟然对自己有不一样的情感 得知白瑶瑶表白悲剧 土狗竟直接吻了上来 白瑶瑶我喜欢你 既然你被拒绝了 我觉得可以庆祝一下 白瑶瑶瞬间懵了 明明前两天还很正常 她这是发什么疯啊 自从补习结束 白瑶瑶也从江家老宅搬了出来 每天清晨 她都会不自觉地想坐单车 仿佛那样就又能感受到 江应下的温暖 这几天 二愣子也在为即将开始的比赛 做着恢复训练 二愣子你要加油啊 我还为你准备了这个 比赛时我们可不能输了气势 二愣子只觉无语 这是田径比赛不是打篮球 很快就轮到他上场了 还没走几步 背后就传来了尖叫声 二愣子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突然白瑶瑶愣在了原地 魏灵明他怎么会在这 为什么这一世相遇会这么早 不想再继续我们的缘分了 我们都放过彼此吧 只是一声枪响 比赛正式开始 二愣子的情况很不好 只觉自己的腿快要断了 我不想就这样放弃 终点就在前面 我不甘心 可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去 见二愣子摔倒在地 众人都慌了 赶忙将他送到医院 白瑶瑶眼中一阵失落 这一切都没有改变 自己要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切 见白瑶瑶向外跑去 江应下赶忙追了过去 瑶瑶你到底怎么了 快跟我回去 江应下你喜欢我吗 你温柔地让我看不清 见他半天不说话 白瑶瑶只是冷笑一声 结局果然还是一样 之后的几天 白瑶瑶一直在体育场闲逛 狗狗不禁好奇 你最近好像很闲 怎么不去追你的江应下了 白瑶瑶听后轻叹一声 自从医院告白被拒 我们已经好一阵子没见面了 狗狗只是轻笑一声 被拒绝了 真惨 可下一秒 他竟吻了上来 高冷笑草化身 黏人小哭包 不是要老婆贴贴 就是求抱抱 时不时还要闹些小脾气 自从他惹老婆生气 每天不是追媳妇三里滴 就是想着怎么哄他 现在白瑶瑶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 望着远处两只恶狼 他只绝完了 这是要洋入狼口呢 看着一旁的围栏 他默默鼓励自己 为了生存 拼了 可刚爬到一半 身后就传来小哭包的声音 瑶瑶小心血 你的裤脚刮到围栏了 你别动 我来帮你 这时门口的两只恶狼也赶不过来 湘野村姑别怕 掉下来哥也接着你 原来你叫湘野村姑呀 我是魏灵明 朝我这条 未来老公接着你 挂在围栏上的白瑶瑶早已痛哭流体 我到底造了什么念 让我跳下去摔死好了 他刚想下去 灭绝师太近蹦了出来 那边几个翻墙的 当我不存在名 刚到办公室 三个痴汉就抢着包庇白瑶瑶 灭绝师太健壮 你们三个两千字减头 白瑶瑶三千字 出来时白瑶瑶早已气不成声 没事湘野村姑 下课我陪你一起洗 死土狗 看我这两天怎么灭了 将映下我们能聊聊吗 虽然我之前的表白你没回应 但我现在还是想说 我喜欢你 很久以前就开始暗恋你 你有你的顾虑 不想回应我的话也没关系 就让我一直喜欢你吧 不求回应的那种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好不好 将映下听后早已愣在了原地 瑶瑶你知道你有多耀眼吗 就像阳光一样火热又明亮 让我卑微地不敢触碰 明知道自己没有资格 可你伸出的这知识 我还是舍不得放开 见这个榆木疙瘩愿意 白瑶瑶心里早已乐开了话 刚下楼就撞见了 在打情骂俏的闺蜜 她刚想去解救闺蜜 却被将印象拦了下来 你和少奇什么时候在一起 想想上一时 闺蜜结婚时落寞的眼神 肯定是少奇那个花心大萝卜 拱了我家的白子 其实没什么 少奇一直在追我 我也单身 自然就在一起了 你不是一直放不下 初衷那个暗恋的男生吗 其实我初衷暗恋的就是少奇 白瑶瑶崩溃了 炫了半天原来是两情相悦 还追了校草几条街 只是为了给她送个饭 可校草躲了她几条街 却为了抢吻她 瑶瑶我喜欢你 就让我这样抱抱你吧 白瑶瑶心里早已乐开了话 原来小哭包还有这么主动的一面 之后的几天 只要一下课 一般门口就会出现两个痴汗 来寻找安乐之语白瑶瑶 吓得他们两个都不敢去教室了 瑶瑶那两个家伙 简直比人贩子还可怕 话说我躲少奇是因为吵架 你为什么躲黎燕安啊 还不是因为那家伙抽风 自从上次她表白后 就好像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 天天缠着我 话说你昨天和江映夏一起面检讨 那场面叫一个热烈 把底下的同学都磕疯了 瑶瑶你怎么不开心呢 自从和那个榆木疙瘩一起面完检讨 她就开始躲着我 对我呼冷呼热的 这事闺蜜凑了过来 我有一个好办法 你现在去找多情的南二素 然后一定会被压抑情感的江映夏撞破 紧接着江大总裁就会暴怒赤足 叫你少看点小说 就是不听 很快就到了放学的时间 白瑶瑶还是像往常一样 与江映夏一起回家 可这时魏林明不知从哪蹦了出来 瑶瑶你好慢啊 不过时间刚刚好 一起去吃晚饭吧 情敌见面赠外眼红 恨不得互相掐死对方 白瑶瑶只觉完了 这不会真往狗血霸道文发展呢 下一秒 魏林明直接拉着白瑶瑶向外跑去 江映夏见状 竟然当着我的面馆走我媳妇 当即便冲了过去 你看不出来他不喜欢你吗 给我松开 不松 你是哪位啊 我有追求真爱的权利 你管得着吗 见他们快要打起来了 白瑶瑶赶忙叫住了他们 你的手没事吧 对不起我手上没心没中的 你知道错了就行 快走吧 我也不是你女朋友 江映夏见他还是不依不饶 催促他快点走 瑶瑶今天是我唐突了 你能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 我真的想和你交朋友 这是白瑶瑶脑子里想出一个好点子 好呀 朋友的话也不是不行 之后榆木疙瘩一句话都没说 走到一半他突然停下了车 刚刚那男生明明是骚扰 你不拒绝就算了 连电话都给了出去 见他这副酸溜溜的表情 白瑶瑶对他做了个鬼脸 谁叫你整天躲着我 我也生气啊 就当是我小小的惩罚吧 我们扯平了 那你也不能把电话随便给别人啊 这样很危险的 下一秒将映下的手机静响了起来 我给的是你的 如果你再不理我 下次我就真把我的给他了 以后不准对我冷暴力 我不喜欢 知道了 小桃气包 还缠笑草的身子 故意将口水流了他一身 见时机成熟 女孩准备帮他换衣服 可笑草却说他还有一件外套 女孩听后 猛地喝了一口水 满脸见嘻嘻的样子分明在说 有再多的衣服也没用 老娘吃定你了 这天白瑶瑶为了增进自己与小裤包的感情 打算一起去演营 可刚上车 白瑶瑶就愣在了原地 为什么这个疯女人在这 看着她那诡异的眼神 白瑶瑶赶忙跑到小裤包身边 想着可能是巧合吧 将映下见她状态不是特别好 于是拍拍肩膀 叫她靠着休息一会 那我就不客气了 没一会白瑶瑶就睡着了 望着自家媳妇的睡姿 将映下不由笑了笑 这么大人了还流口水 望着她那樱桃小嘴 将映下不由出神 进步自觉地亲了过去 她赶忙控制住自己 自己这是在干嘛 太不像话了 而在一旁的白瑶瑶 情况似乎不太好 在梦中 她被陈佳佳绑了起来 就在她准备痛下杀手时 白瑶瑶惊醒了过来 她赶忙抱住一旁的小裤包 我刚刚做了个 很可怕的噩梦 吓死我了 不管怎么样 这辈子都不想 再经历第二次了 下一秒世界 竟安静了下来 这是什么 口水 白瑶瑶尴尬地转过头 她现在只想 找个地方钻进去 直到下车 他们都没注意到 陈佳佳正坐在后排 看着他们 我去洗一下 很快出来 好的 我在外面等你 白瑶瑶现在还是很害怕 突然她看到树后面有人 陈佳佳正以一种 诡异的姿态 看着自己 这个疯子竟然还跟着我 万一她带了凶器 贸然求救会连累其他人的 得把她引开 她赶忙向着森林深处跑去 她只觉那个疯女人 距离自己越来越紧 下一秒 一只手静袭了过来 凝纯女海王用高超斩南树 俘获多名田狗 却在旅游当天被集体表白 可弯弯的她只想跑路 却惨遭狼狗的集体围攻 为了躲避全家家的报复 白瑶瑶赶忙向树林深处跑去 她只觉那个疯女人 就在自己身后 下一秒 一只手便向她袭来 白瑶瑶只觉完了 自己再也见不到小护包啊 等她再次睁眼 发现抓着自己的近视未灵明 你刚才怎么吓成那个样子 后面什么都没有呀 见闺蜜过来 白瑶瑶赶忙抱住她 向她说着前面的事 闺蜜听后一阵恼火 你是说陈佳佳她在队伍 那个骇人精不是在医院吗 她又想伤害你了 这时江应下也赶了过来 陈佳佳是谁 又想伤害你是什么意思 白瑶瑶还想随便扶弄过去 却没想到江应下态度如此决绝 其实陈佳佳是我和乐芝的初中同学 那时经常一起玩 可是我们没想到她的内心那么黑暗 更没想到她患有精神疾病 因为嫉妒自己与乐芝的关系 甚至还想杀我 还好当时警察及时赶到 救了我 瑶瑶别怕 有我呢 这事为灵明也蹦了出来 你放心瑶瑶 别说是个神经病 就是个豺狼虎豹 我也能打飞 后面的旅途倒是很顺利 陈佳佳再没出现 就是身后两个醋坛子 让人压力倍增 很快众人便来到了山顶 看着远处的夕阳 白瑶瑶只想让时间停止 一直和喜欢的人待在一起 很快就到了搭帐棚做饭的环节 两个不会做饭的二愣子自然分到了一起 别看了 你的眼睛都快长到瑶瑶身上 江应下并没有理会她 等黎延安再次转头 却发现早已没了她的身影 就看到远处 两个田狗在争春吃醋 江应下你可真够累的 你不是白瑶瑶的男朋友 却又不愿意别的男生接近她 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你要是输了 以后就不要在白瑶瑶面前晃你 黎延安一听 也凑了过来 见这三个狼崽子 白瑶瑶彻底无语 夜色降临 三个人便来到了比赛地点 谁先爬到山顶 就算谁赢 下一秒几人便向前冲去 白瑶瑶只觉这三个家伙疯了 你们能别胡闹吗 江应下你先下来 很危险的 见她没有理会自己 白瑶瑶快气疯了 她看着一旁的小鹿 想着那应该能拦住他们 没意会天竟下起了暴雨 等她快要接近江应下的一瞬间 脚下去一滑 眼见快要摔下去 江应下赶忙抓住她的手腕 可下一秒 绳索竟支撑不了几人的重量 应声断裂 高冷笑草为了哄又有何要 不惜抵住她额头亲了亲 谁料你有耍赖 刚刚的那个不算 再来一次 要不我就不喝了 望着她憨憨的模样 江应下也拿她没办法 想想前不久 就在白瑶瑶快要坠入悬崖的那一刻 她赶忙抓住了她的手腕 眼见绳子支撑不住三人的重量 就在绳子断裂的那一刻 江应下与黎燕安相互配合 将白瑶瑶甩到了岸边 看着深不见底的悬崖 白瑶瑶瞬间哭了起来 大声喊着他们的名字 就在她绝望之时 身后却传来了土狗的声音 香叶村姑我们在这 见他们没事 魏林明想着先带白瑶瑶下山求救 却不料白瑶瑶拒绝了她 不要 我要留下陪着她们 你一个人去还能快点 瑶瑶听话 我等你来救我 见小哭包都这么说了 白瑶瑶这才同意了下来 你还挺会哄的 两三下就让那个倔驴清醒了 这么能玩暧昧 渣男 我不渣 我现在不表白 只是因为自己现在还没有实力 去保证瑶瑶的未来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守护她 我想要守护她一辈子 而不是一段恋情 黎燕安只觉一阵恼火 怎么有种被人比下去的感觉 此刻在另一边 与时越来越大 手机还是没有信号 魏林明你把我放下来吧 你一个人更容易去求救 说什么呢 你可是我女朋友 话没说完 魏林明脚下一滑 竟摔了下去 白瑶瑶艰难地爬了起来 刚掉下来的时候 要不是为了付出自己 她也不会伤这么重 就在她想唤醒魏林明时 身后竟传来了陈佳佳的声音 你的命可真好 什么时候都有人心甘情愿地护着 白瑶瑶这时也顾不了那么多 想让陈佳佳帮忙喊救援 谁料下一秒 她竟直接转身离开 之后的时间里 白瑶瑶将魏林明挪到了树下 只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事 说着她便昏倒了过去 等她再次睁眼 就已经出现在了病床上 小酷包我想吃麻辣烫 整天清汤挂水的没胃口 你现在是特殊时期 要清淡饮食 对了陈佳佳想要见你 不过因为之前的事 她没敢直接过来 你怎么想 白瑶瑶听后不禁轻叹一声 让她过来吧 毕竟这次多亏了她 总觉得她跟以前不一样了 来再吃一口 不吃 除非你亲我一口 下一秒将应下 竟直接扶起白瑶瑶的小猫 便亲了上去 白瑶瑶没想到小酷包这么听话 心里早已乐开了话 好的 你这碗汤我给你干了 稻草本想给女孩喂药 却不小心轻到了女孩的额头 看着她羞涩的模样 女孩忍不住坏笑 小酷包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将应下想岔开话题 继续给女孩喂药 可白瑶瑶并不买账 立即偏过头去 不再理她 将应下把她没办法 将她的小脑袋扶着 便吻了上去 现在可以喝药了吗 好的 这碗药我给你干了 等她喝完 陈佳佳便走了进门 空气瞬间安静了 看你这害怕的样子 既然这样干嘛答应见我呢 哪有 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 但这次是你救了我们 我还是想当面谢谢你们 放心吧 治疗后我的病已经得到控制 只是心肝表达上还有些障碍 所以你当时的表情是 只是想搭话而已 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做 夜里跟踪你也是偶然 医生说我应该道歉 只有这样才能跟过去彻底道别 白瑶瑶其实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嫉妒你 嫉妒到希望你消失 你从小就很耀眼 周围有许多人追随 你的存在本身 就是在不断提醒着我的不堪 你太耀眼了 以至于我始终站在原地 直到这次意外我才看明白 也庆幸我明白得很及时 对不起白瑶瑶 你能原谅我吗 白瑶瑶此刻 只觉脑子一片空门 连陈佳佳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众人听说陈佳佳来找他 都赶了过来 询问他有没有受伤 白瑶瑶微微摇头 看着窗外的陈佳佳 他露出了一抹笑 再见 陈佳佳 希望你能开心地生活下去 夜幕降临 白瑶瑶只觉自己快饿疯了 他现在只想打死小湖包 每天只给他弄些清汤挂水 这是要饿死他呀 这是防门缓缓地被推开 来者竟是魏玲玲 瑶瑶我来看看你 这不是爬山害你受伤 没脸见你吗 瑶瑶你别生气了好吗 我还能追你吗 我不生气啊 只是两个人想要缩短距离 是要双向奔赴的 我知道你现在喜欢的是江英雄 你不用喜欢我 但你别不让我追你行不行 白瑶瑶听后 不禁轻叹一声 刚要拒绝他 自己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叫出了声 魏玲玲见状笑了笑 你没生我气就行 我这人脑子笨 未来的是想不通 只知道现在要做什么 要不要跟我走 这附近可有许多好吃的 他是一中最高涌的学霸 却也是个大醋坛子 当看到自家媳妇 与其他狗男人一起吃饭时 他立马化身小哭包 躲在角落哭了三天三夜 媳妇怎么哄也哄不好 这晚魏玲玲偷偷来到病房 见白瑶瑶肚子了 于是将他带到了美食街 当即便向摊主要了一堆烤肉 看着桌上的美食 白瑶瑶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天哪 我都好几天没见过油水了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我不是经常训练受伤吗 所以医院附近哪有好吃的 我都知道 话没说完 魏玲明镜呆愣在原地 白瑶瑶很是疑惑地忘记了 你那是什么表情呀 跟见了鬼一样 下一秒 将映下的声音在身后传来 吃这么多 不要肚子 居然还有变态了 小哭包你是怎么找到这 我担心某人晚上会害怕 所以想来陪陪你 可到病房却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只好去掉了个监控 结果发现某人煮着馆帐 朝着美食街的方向来了 一旁的魏玲明听不下去 瑶瑶只是想吃点好吃的 那些清汤挂水的东西填饱肚子都难 眼见两人就要吵起来 白瑶瑶赶忙阻拦 却一个不稳 呼到了江映小怀 那个 谢谢你魏玲明 这顿饭我请客 我先回医院了 你慢慢吃 看着两人的背影 魏玲明不甘地拍向了桌子 刚走到一半 白瑶瑶竟痛苦地捂着肚子 站都站不稳 瑶瑶你怎么了 是不是胃疼 我想上厕所 快忍不住了 江映下一听 赶忙将她背向医院 白瑶瑶现在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她在小哭包心中的形象彻底崩塌了 这难道就是我跟其他男人出去 放飞自我的惩罚吗 老天爷你这惩罚也太重了 还不如让我原地去世好了 暴冷笑草竟然偷听女孩上厕所 只因女孩嘴馋吃坏了肚子 随时都有崩溃的风险 江映下见状 赶忙将她背到了医院 在厕所奋斗了半小时的白瑶瑶 只觉得到了解脱 可刚一开门 就撞见了江映下 瑶瑶你还能不能走 需不需要我扶你 看到江映下的一瞬间 白瑶瑶彻底傻眼了 小哭包你在这多久了 一直都在啊 你刚刚的样子我不放心 白瑶瑶一听瞬间实话 那刚刚的声音 她都听见了 完蛋了 我在小哭包心里的形象 彻底崩塌 瑶瑶 医生让我根据你半小时内的 腹泻次数来确定 看来还挺严重的 来我扶你去吃药 可江映下还没碰到她 就被她挡在了门外 小哭包你怎么能一直在门头 你快走吧 不行 你这样我不放心 万一出事怎么办 白瑶瑶快被这榆木疙瘩气死了 小哭包我是女孩子呀 你能不能有点心上 江映下一听 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来是这样啊 瑶瑶 你只是生病了有什么害羞的 我当然害羞呀 尤其是在你面前 我都要难堪死了 可瑶瑶如果有一天我头发掉光了 一直戴着假发 摘掉假牙后嘴巴也会变得别别的 难看得要死 我想你绝对不会离开我 而我也不会躲你 瑶瑶我们要做的是相守一生 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彻底了解对方 不是吗 第二天 白瑶瑶将这一切都告诉了闺蜜 闺蜜听吼 只觉笑得肚子疼 你后来有没有给江映下开门了 是没吃药 开了 但总感觉自己好像被忽用 因为他那时候的表情我实在是太熟悉了 那是吃定我的表情 他总是能笑着引导出我最丢脸的 这个隐藏的腹黑男 这时江映下走了进来 来瑶瑶先吃饭 还吃这个呀 医生都说我现在可以不用激动 江映下拿着小馋猫没办法 让他收拾一下 带他去吃汤锅 白瑶瑶一听早已乐开了花 于是两人开心地挑选起了饭店 就在这时 电视上竟插播出了一条通缉令 女孩为了拿下校草 竟对其施展起了美人机 小哭包你喜欢我吗 看着他羞涩地点点头 女孩的心早已乐开了花 既然小哭包喜欢我 那我出去吃火锅不过分吧 见他要拒绝 白瑶瑶当即便稳了上去 江映下此刻只觉脑子一片空白 不由轻叹一声 便答应了下来 很快几人便来到了火锅店 看着闺蜜在面前秀恩爱 乐之只觉这笔杀了他还难受 你们能不能收敛一点 我是来吃火锅的 不是来吃狗粮的 乐之狗粮是大补 要不要你把少奇叫来 也为我吃一口呗 不要提他 我刚跟他吵完架 现在正在冷战 他刚说完 少奇便火鸡火燎地跑了进门 你们怎么跑到这里吃饭了 没看刚刚的新闻吗 这附近有犯罪团伙 快换个地方吧 一旁的乐之听后 不满的嘟嘟嘴 原来不是特意来找我道歉的呀 那你可以回去吧 要不是担心你 我才不来呢 见他们这滑稽的模样 一旁看戏的两人不由笑出了声 这菜也上来了 咱们先吃 现在店里就砸们一啄 我们快点吃 那些人是他们吗 我觉得那个戴口罩的有些行 别慌 如果真是那伙通缉犯 搞不好身上会有凶器 我们先离开着 出门再报警 就在几人要买单时 一旁的混混便直勾勾的 盯着乐之和白瑶瑶看 脸上还露出了兴奋之色 见他们要走 当即便拦住了他们 小妹妹 你是学生吗 长得真好看 陪我喝喝酒杯 就在红毛的手快碰到白瑶瑶的一瞬间 将硬下一把抓住了他 手放干净点 这附近都是警察 别找不痛快 红毛听后当即被惹毛了 拔出了刀子 便向江硬下捅去 却被江硬下一脚踢开 一旁的白瑶瑶也不甘示弱 当即便将火锅汤泼向了红毛 就在几人快跑到门口时 门突然被黑衣男子关了起来 我们本想今天过来吃顿好了 顺便搞点盘缠 算你们几个小鬼倒霉 今天谁也别想走 明日里沉默寡言的笑草 私下却是个求老婆抱抱的哭包奶狗 每天不是接老婆放学 就是带她去吃好吃的 这天白瑶瑶病刚好 就闹着要吃火锅 江硬下拿她没办法 只好点头同意 可不成想 吃到一半就遇到了一帮混混闹事 手里还拿着胸起 江硬下见状 赶忙抱起白瑶瑶向外跑去 眼见快到门口 可下一秒 大门应声落下 迎面走来的混混头子露出了一母坏笑 今天谁也别想走 见混混手里都有武器 他们只好暂时妥协 错丫头干嘛呢 我让你蹲下 耳朵聋了吗 她腿上有伤 我扶她靠一下不行吗 红毛见这个硬骨头不好看 放下一段狠话 转身便找烫伤药去了 与此同时 躲在江硬下身后的白瑶瑶赶忙 给警察发去了求救信息 老板厨房有后门吗 有的 但是锁上了 话刚说完 她就被混混头子一脚踹翻在底 都把手机交出来 今天你们要是钱不到位 谁也别想走 我们凭什么信任 要是给了钱不放人怎么办 臭小子你想跟我讲条件 白瑶瑶此刻害怕江硬下有危险 赶忙上前抱住了混混头子 大哥你想要多少钱 我们都给 我还年轻 就饶我们一条狗命吧 就在白瑶瑶拖住混混头子的一瞬间 江硬下与少奇便做起了反击 直接撞翻了两名混混 一旁的混混头子见着 彻底怒了 小兔崽子敢赢我 我弄死你们 说着便一刀砍了下去 白瑶瑶害怕江硬下受伤 赶忙抓起了一旁的管杖 向着混混头子砸去 很快就将他逼到一个包厢里 直接锁了起来 在外面的警员 也将剩余的虾兵蟹将全部解决了 很快警察便赶过来 将犯罪分子全部捉拿归案 此刻白瑶瑶只觉一阵后怕 小哭包 多亏了咱们心有灵犀 你掩护打得好 他刚说着就见江硬下衣服上的血迹 小哭包你受伤了 丁梅竹马的爱情究竟有多甜 每天接他上下雪 一起写作业 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这天几人去吃火锅 却不料遇到了一伙通缉犯 经过与歹徒的斗志斗勇 最终成功获救 事后白瑶瑶看着江硬下身上的血迹 早已哭红了眼 赶忙将小哭包送去了医院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 如果不放心 可以再做一个更全面的检查 江硬下听后 刚要拒绝 就见医生指了指门外 我是怕你身边的人不放心 小姑娘进来吧 话刚说完 白瑶瑶便想江硬下扑了上去 小哭包你都快吓死我了 你怎么那么傻 冲出来给我挡刀子呀 看着面前呆呆的女孩 江硬下忍不住笑出了声 瑶瑶不哭 当时我哪想那么多 你看你都哭成小花猫了 来抬头 白瑶瑶此刻早已羞红了脸 脑海里不禁浮现出青青石的场面 小哭包你终于开窍了呀 可刚凑过去 就见江硬下拿指抵住了他的鼻子 来用力 白瑶瑶此刻又气又挠 江硬下 你就是个浪漫的终结者 没一会 李延安便走了进来 听说你们遇到了歹徒 我过来看看你们 他把江硬下叫到了一边 谢谢你保护了白瑶瑶 我今天本来也可以去火锅店的 但因为要办理一些出国的手续 所以就推掉了 江硬下说句实话 我真的很羡慕你 他说着便将手里的饮料一饮而尽 扔向了一边 下一秒 他竟直接抓住了江硬下的衣领 怒吼道 你给我听好了 以后我不在 你要一直保护好瑶瑶 不能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知道吗 否则我跟你没完 见他点头同意 李延安这才松开了手 我要走的是暂时别告诉他 他刚要离开 就撞见了白瑶瑶 我先走了 瑶瑶照顾好自己 跟李延安道别后 白瑶瑶便去找江硬下 小哭包我刚刚听警察叔叔说 那伙劫匪的老大 前面撞开后厨的消防通道跑 你说他不会对我们打击报复吧 可能性不大 不过我们还是小心点 说着便将白瑶瑶背了起来 小哭包你要干嘛 背你啊 免得你到处乱跑 弄伤自己 过两天就要开课了 要不我还得借个轮椅送你上学 一旁的老爷爷见到这番景象 不由笑了笑 现在年轻人的身体 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呢 白瑶瑶听后 也不甘示弱 哎呦呦 爷爷还要自己走路 我可是有老公背背哦 这可把老爷爷整不回了 当即便呼喊前面的老伴 来扶自己 江硬下无奈的摇摇头 真拿你没办法 嘿嘿 我只是嗅了个恩爱而已 那小哭包你可以背我一辈子吗 当然可以 红居的第一晚 女孩便迫不及待地扑倒了笑草 看着身下害羞的身影 女孩心里忍不住偷笑 呦 你的脸怎么红了 是不是发烧了 江硬下此刻只觉脑子一片空白 下一秒便凑到了白瑶瑶面前 白瑶瑶一下子懵了 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了 青青石的场面 小哭包你终于开窍了 可刚凑过去 她只觉额头一疼 便抱着脑袋哭了起来 小哭包你要做什么 我刚刚看到你头上有只蚊子 白瑶瑶此刻只想打死她 小哭包你就是个鱼木疙瘩 走出卧室的江硬下 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刚差点就没忍住 第二天 江硬下背着白瑶瑶去了学校 刚进校门就受到了同学的围观 我才没有 就在两人嬉笑打闹时 乐枝突然跳了出来 瑶瑶今天模拟考试出成绩了 我们去看看吧 小哭包你不去看你的成绩吗 我不去了 班里还有点事 见他不去 白瑶瑶也没在意 反正看不看你都是第一名 可等看到成绩蓝石 却没有看到江硬下的名字 这时李俊欢突然冒了出来 香野村姑你考得不错呀 你这成绩在加把镜 就能和我哥一起上一大 看来我也得找我哥不错 下一秒 白瑶瑶竟直接将李俊欢提了起来 你刚刚说江硬下已经决定绝大了吗 他之前不是还在纠结吗 快放手 香野村姑要出人命了 眼见李俊欢快不行了 乐枝赶忙上前拦住了他 没一会 白瑶瑶便来到了江硬下班级门口 正好碰到了苏子星 看着眼前焦急的白瑶瑶 苏子星不禁嘲讽道 你还不知道吧 江硬下被大陆取了 从今天起就不用上学了 前面刚走 他没跟你说吗 也对 毕竟那大的门槛太高了 你根本考不上 我就不一样了 我也会考上一大 然后和他一起度过大学时光 看着眼前嚣张的绿茶 白瑶瑶早已忍不住 就你能考上 你全家都能考上行了吗 好端端的一个美女 就这点出息 就算上来的大也是个恋爱闹 再说你也追不上 他就算跑到月球上去 未来也是我老公 看着被骂哭的绿茶 白瑶瑶心里这才舒服了一些 此刻在另一处 江硬下正与一个男人发生了争执 硬下你别这样 爸爸只是想补偿你 这些钱你拿着 足够你在大学那边过得很好 江硬下只是冷冷地撇了他一眼 我不需要你的施舍 我有奖学金 而且这点钱 就能弥补你以前做的事吗 我是绝对不会像你一样 为了事业而抛弃自己的家人 话刚说完 他身后便传来了白瑶瑶的声音 小哭包 你也有你的人生呀 虽然你嘴上不说 可你却大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小哭包那种莫须有的未来 对我来说不公平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江硬下只觉心里一阵脚痛 他的父亲还想问问他 却被他一把甩开 这时他一个没站稳 便摔了下去 奥冷学霸竟然这样追老婆 不仅让他来家中补课 还会亲自送他上下学 只为讨得老婆开心 却不料他是个云木疙瘩 时不时就会惹老婆生气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江硬下顿感失落 立马化身小哭包 在墙角哭了起来 此刻在另一边 闺蜜看着白瑶瑶那幅 尾弥不振的样子 不由吐槽道 你们进展不是挺顺利的吗 这又发生什么事了 乐知你不懂 如果无法到达终点 过程再顺利也没什么用 一直以来都是我在 引导着江硬下向前走 他停下来 我就等 他迈开步子我就开心 我知道他喜欢我 可知道和看见是两回事 我想让他主动向我迈出内衣 结果他总是在逃避 什么事都在瞒着我 想当然的自作主张 都快气死我了 闺蜜听后不由轻叹一声 你们的事我是搞不懂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我准备给他下季猛样 刚回到江奶奶家的白摇摇 便收拾起了行李 这把一旁的李俊欢太懵了 香叶村姑 你不会是和我哥吵架了吧 要不等我哥回来 咱俩一起收拾他 刚说完 李俊欢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一看是江硬下打来的 他赶忙跑到了一边 通通报信 哥你快来看看 白摇摇发神经了 要离家出走 我和奶奶都劝不住他 可听到另一边的回复 李俊欢不由论了一位 那个 香叶村姑 我来送你吧 我哥说他突然有个比赛 要去外邻 暂时回不来了 白摇摇听后忍不住吐舌 果然不能相信你们男人的话 你刚刚还说舍不得我呢 现在就忘了 李俊欢一听 当即便羞红了脸 谁说舍不得你了 临走时 白摇摇看着门口的江奶奶 不由有些失神 老天爷你真的好残忍 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却改变不了任何事 下一秒 白摇摇只觉脑子一晕 我这是怎么了 我刚刚拿手机是要干嘛来着 小江老师又是谁啊 等李俊欢把白摇摇送到家后 便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医院 哥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又和歹徒搏斗了 江映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下来了 哥你是不是和白摇摇闹别扭 搞得他非要离开老宅 我们怎么拦也拦不住 可能是我太胆小了吧 让他失望了 听着他给出的解释 李俊欢仔细思考了一番 虽然有些听不懂 但是能听得出 就是你太作恶 把摇摇姐作走了 应该是吧 既然你知道哪做错了 那就去改啊 快去给那乡野村姑道歉 自从他走后 家里可冷清了 我知道了 让我再想想吧 再另一遍 刚回到家的白摇摇 便将自己关在了屋子里 口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小江老师就是江映下的话语 完蛋了 小江老师是江映下的是我想起来了 可我们什么时候 家的联系方式怎么又忘了 不要啊 我不能忘记小哭包呀 一花一世界 一人半终身 弄丢了最爱的人 我的世界也失去了颜色 脑海里回荡着他的身影 翻阅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江映下的心隐隐作痛 没一会儿 李俊欢便走了进来 看着桌上那纹丝未冻的饭盒 李俊欢气不打一处来 你的饭怎么又没吃 我每天给你偷偷做饭容易吗 就算做得难吃 你也得吃点呀 手疼 没胃口 你这样子是手疼还是心疼呀 傻子都能看出你失恋了 都没恋爱过 失什么恋 李俊欢一听 露出一个鄙夷的表情 全身上下就嘴硬 江映下尝了尝今天的饭 不由轻叹一声 难吃 吃不下去 李俊欢极力压制着心中的怒 你是觉得我的饭难吃 还是觉得某人做的饭更好吃 可惜呀 某人被你给气跑了 说到这 江映下不由出神 瑶瑶离开老宅几天了 快八天了 我跟个傻子一样 给你送了24顿饭 你没有一顿好好吃过 要我说 你还是去找香叶村姑吧 把心里话说出来 话没说完 江映下就离开了家 在路上 他脑海里全是白瑶瑶那天所说的话 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走着走着 他竟来到了第一次 跟白瑶瑶吃火锅的店 刚进去 服务员便认出了他 我记得你上次 是和你女朋友一起来的对不对 你女朋友当时说你不吃辣 刻意要了鸳鸯锅 今天还要这个吗 过了 要麻辣锅底 瑶瑶一直都是你在迁就我 在等着我 可是偏偏让你最难过 最失望的人是我 现在 我还把你给弄丢了 与此同时 在火锅店对面 李俊欢正注视着这一切 老哥这不是自己捏自己了 不过他平时不怎么吃辣 这几天又没好好吃东西 现在又狂劝麻辣锅真的没问题了 话刚说完 就见将硬下捂着肚子咳嗽了起来 他赶忙冲了进去 哥你坚持住 我这就把你的解药叫来 说着便给白瑶瑶打去了电话 可那边却一直没人接听 与此同时 白瑶瑶正抱着一个本子发呆 我记得这个本子里记得特别重要的事 是什么来着 现在连密码都想不起来了 好像有什么人从我脑袋里跑掉了